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三号在缅甸蒲甘出席梅兰合作第七次外长会期间 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 双方就缅甸局势交换了意见 王毅重点阐述了中方对解决缅甸问题的三个期待 布拉索昆介绍了作为东盟缅甸问题特使的防敏情况 王毅赞赏柬埔寨接任东盟轮支主席国一来 积极斡旋缅甸问题并阐述了中方在此问题上的三个期待 一是期待中国东盟共同推动缅甸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 持续推进政治和解 鼓励免各党派以国家大局和人民利益为重 兼顾各方合理诉求早日恢复稳定实现和平 二是期待中国东盟共同推动缅甸重启民主转型进程 实现还政愚民愿景 探索符合缅甸国情 具有缅甸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三是期待东盟秉持东盟方式 坚持不干涉内政协调一致的基本原则和传统 建设性落实东盟五点共识 维护东盟整体团结和主导地位 布拉索昆表示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形势 柬埔寨将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本着互利共赢精神 同中方携手努力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明镜需要您发展明区 明镜需要您的地方